相片会啊 满屋废弃物脏乱不堪 以为来到垃圾场 租客最怕遇到二房东 房东最怕遇到二房客 欠诸落跑 推开门 经见满屋垃圾山的社会事件 实有所闻 卫生习惯严重影响他人 实在令人好奇 如此脏乱不堪的环境 究竟要如何助人 经常捡破烂回收物 回家当保 甚至严重影响 生活品质 究竟是罹患什么疾病 我们的黑衣专家怎么说 临床上面呢 其实有一种囤积症 它是一个很新型的精神疾病 它被归属在呢 强迫疾患里面 那它的特征呢 毫无理由的呢 一直在囤积很多东西 并不是像人家集游的习惯 或是收集什么玩具的 不是 它是呢 很夸张的呢 囤积的各项的东西 但是呢 又没办法常把它整理好 比如说塞在走道啦 或者是塞在很多的空间 那很容易造成呢 像有一些比如说 苍蝇啦 老鼠啦 蚂蚁啦 蟑螂啦 等等的公共卫生问题 那甚至因为它过度的囤积呢 然后也造成家人活动空间的受限 那这一类已经目前被认定是一种 精神疾病 要接受治疗的 这还有什么样的治疗呢 这种疾病呢 我们目前有从生理心理环境去看 生理脑的角度来讲 会认为到它呢 在它的这一些脑的前额叶啦 还有这个所谓的边缘情绪系统 还有里面呢 有一些跟这种强迫行为有关的组织 它产生了功能上的失调 所以呢 它就会一支挥之不去的念头 我要收起起来 我要收起来 不能丢不能丢 那这一些呢 在目前会发现到是跟血清素 这一些相关的神经传导物质失调有关 所以呢 它就要投用这一类的药物来改善 那有一些太严重的 说不定要用抗精神病的药物 精神安定药物来治疗 那另外呢 心理治疗的部分呢 我们要采取叫做认知行为治疗 去了解说它过去 它为什么会囤积 那如果了解来龙去脉 有一些人呢 是小时候可能很不恰当的分离焦虑 或是小时候呢 穷得山穷水尽 很怕东西没有人 那这一些原因 让它理清 让它了解到 那我怎么办法修正改善到 适度就好 那再来呢 因为囤积的人 他常常有一种呢 所谓的 抒压的方法 他囤积起来又有满足感 所以呢 你要教他有没有其他抒压方法 比如说慢跑啦 快走 骑脚拉车 运动 或者是找人家说唱作息 作息 规律 然后等等的方式呢 让这一些症状可以获得改善 我们临床上面 目前大家来看呢 大概不少见 有2% 这是最多的报告 第二个呢 他很难治愈 强迫症本身就是一个病程慢性化 容易起起伏伏的疾病 所以呢 他可能主要目标 是怎么让那个程度 干扰的程度 降到最低 然后呢 他也 比较不会不安 而周遭的人 可以接受的程度 为治疗的目标 那医生请教一下 就是如果说 把他一整间的 这些杂物垃圾 这个清洁队 直接把他就 丢掉的话 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 我以这种 强暴犯化学趣事的概念来讲 你这个就是一次好像要 一次清掉 如果你从他的脑袋 心理层面 你没有去做治疗处理 那他呢 那种挥之不去的念头 还是会在 你呢 把他清掉 他可能换个地方 或换个方法 再继续囤积 他会复发的